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天国君王大魏后裔的诞生 12月底全世界都在放假 Happy Holiday是为什么 为了庆祝Christmas Christ 圣诞节 不是Xmas Xmas什么意思啊 X糊涂节 Xmas是糊涂的狂观 不晓得为了庆祝啥 而Christmas圣诞节 是为了纪念谁呀 Christ谁呀 基督 不是纪念圣诞老人 而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圣诞老人有没有这个人啊 他像孙悟空一样 是传奇 是神话 而耶稣基督 有没有这个人 是 他是历史 是事实 真人 真实 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呢 他是天国的君王 他是大魏的后裔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至高的主宰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名副其实的天子 神的儿子 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节那一天 他从天上降世为人 他是神 创造天地的神 降世为人 他是那位全能的 伟大的天上的神 他穿上人的肉身 变成了个小baby 他从天而降 他从永恒 进入了历史 从天上降世人间 所以这一天 普世欢谈 普天同庆 我们一同在庆祝 耶稣基督 天国君王的诞生 尽管世上的人 这些不信主的人 想方设法 说什么Xmas Xmas不是Christmas 他们想尽方法 要抹杀 要淡化 要否认这个事实 但是圣诞节 仍然是古今中外 普天之下 最多人庆祝的生日 谁的生日 耶稣基督的生日 再过差不多三个礼拜 1月的第三个礼拜一 又是美国的公众假期了 是什么日子 不是复活节 也不是 也不是哥伦布 哎呀你们放假 放那么久都忘掉了 哎呀 对了 叫马丁路德金 纪念日 马丁路德金 简称是金恩博士 金恩博士是谁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很陌生 金恩博士 他是一个美国的黑人白人 黑人 他是美国的民权运动的领袖 他在1963年 差不多多少年前 五十年前了 不会算 对不对 1963年 就是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美国黑奴之后 整整一百年 1963年 在美国的首都 哪里 华盛顿 在林肯纪念广场 金恩博士发表了那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讲 记得吗 讲题是什么 I have a dream 什么意思啊 我有一个梦想 金恩博士 他梦想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 描述了一个尽善尽美的世外讨 对大卫的话 他说你 你指的是大卫 大卫王 你的家和你的国 就是以色列国 犹太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好 我们再看诗篇八十九篇三到四节 神又一次重申他的应许 我们同申来读三到四节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 谁啊 大卫起了事 我要建立你的后衣 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到万代 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 再看三十五到三十六节 我们同申读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我绝不像谁啊 大卫说谎 他的后衣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 如日之痕一般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 这简直是文所未闻的事 哪有这样的事 世界上所有的大帝国 什么埃及啊 巴比伦啊 波斯啊 罗马啊 希腊 都此起彼落 没有一个能够持久的 都灭亡了 中国所有的朝代 什么唐朝 元朝 明朝 清朝 也是兴旺一时就衰败了 没有一个能够存留下去的 所有的帝国朝代都如昙花一现 他们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都要灭亡 都要衰败 但是神却对大卫 对以色列的王如此说 七章十六节 你的家和你的国 就是大卫的王朝 和大卫的国度 大卫的帝国 必在我面前怎么样 永远 永远 就是个永远 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多久 永远 看到他反复强调 再三的应许 能有这样的应许吗 真的会实现吗 你的国 大卫的国度 大卫的王朝 永远坚立 可能吗 在以色列王 大卫 活到七十岁 就过世了 大卫的子子孙孙 也一代又一代 登上大卫的宝座 继承他的王位 治理以色列国 在大卫的子孙 在大卫的子孙当中 有一些君王 像所罗门 什么西西加 约西 还不错 他们都秉公行义 他们治治国有方 他们还算不错 但是在大卫子孙当中 还有一些君王 像什么亚哈斯 马拿西 约亚靖 他们很糟糕 他们趋往正直 他们多行不义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到最后神说 太不像话了 我要废掉 以色列的君王 我们再看第二点 神废掉的君王 在耶利米书 第二十二章 这是公元前六百年 神借着先知 耶利米所说的预言 我们同声来读 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砍 破坏的器皿吗 耶和华如此说 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 是平身不得亨通的 因为他后裔中 再无一人得亨通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犹大 首先二十八节讲到 哥尼亚这个人是谁 他是犹大国的末世 不是末世 是末代君王 好像清末的 府仪还补仪 补仪皇帝一样 这是犹大国的末代君王 神说要写明这人 就是哥尼亚 算为无子 注意这个算 不是说没有儿子 而是说他决位了 正如三十节说的 后半步 因为在他的后裔当中 再无一人得亨通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犹大 神要把他的王位废掉 果然 以色列国 被巴比伦亡国了 大卫的王朝 从此也就断绝了 神不说吗 大卫的王朝 要永远坚立吗 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 没有 既然地上的君王 大卫的子孙 血肉的子孙当中 没有一个完全理想的王子 没有一个完全理想的君王 神就应许要另外兴起一个 从天而降的君王 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 就是从大卫的子孙当中 神要另外兴起一个 和他心意的 十全十美的王 我们再看第三点 神应许的君王 这是在耶利米书 还是公元前六百年 二十三章第五节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 继续的预言说 我们来读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 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名必称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 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 就是一个完美的 一个公义的后代 公义的苗衣 我们再读 第三十三章的十五到十七节 他又说了 当那日子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 公义的苗衣 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 公平和公义 在那日子 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他名必称为 耶和华 我们的义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必永不断人 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 大卫 大卫的家里 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 一方面 神废掉那个昏庸的 末代君王 哥尼亚 另一方面神又应许了 要从大卫的子孙当中 另外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 一个完美的君王 神也借着先知 以赛亚预言了 这一位完美的君王 这是第四点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 第九章六到七节 这是公元前七百年前 就是耶稣诞生前七百年前的预言 我们再读一遍六到七节 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这位神所应许的王 这位大卫的后衣 不像其他世上的君王 世上其他的领导 总统 君王 各个有缺点 各个有短处 唯有这位神所应许的王 是一位十全十美的 他是一位无懈可及的 是一位完美的君王 先知以赛亚 预言了有关他的七个美德 第一 什么美德 七个美德 第一 他是公义的王 公义的 不像其他一些君王 他们贪赃王法 颠倒是非 他们不义 但这一位 登基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 却是大公无私的 他是秉公行义的 绝对公义的 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什么 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第一 他是公义的王 第二 他不但公义 他也是 什么 英明的王 不像其他世上的一些领导 领袖 君王 他们昏庸无度 像刘阿斗 像陈阿扁 陈水扁 不知道怎么料理国家大事 这位神所应许的 这位王 他是什么 奇妙的测试 他英明伟大 他治国有方 他大有智慧 比所罗门更智慧 他是奇妙的测试 他是英明的王 第三 他更是一位 第三个美德 全能之王 不像其他的一些领导啊 君王 他们是庸庸之辈 懦弱无能 那这位神所应许的王 他是什么样的王 全能的神 他无所不能 全能的王 第四 他更是天将之王 不像他以前的一些君王 他们都是大魏血肉的子孙 都是凡人 是人啊 而这一位神所应许的王 他是全能的什么 他是神 他是天上的神 他是上帝 从天而降 道成肉身 穿上人的肉体来到世上 虽然他也是从大魏的子孙当中兴起 但他不是凡人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名副其实的天子 天子 天将之王 神将是为人 第五 他更是什么王啊 和平的王 不像世上其他的一些领袖君王 他们残酷啊 霸道啊 像列宁啊 像斯达林啊 他们以强权治国 但是这一位神所应许的王却是一位什么 和平的君 和平的 在他的统治之下 在他的统治之下 争战暴力都要止息 他是和平之王 好 第六 他更是一位不衰之王 不会衰退的 其他的君王 兴旺一时 终必衰亡 但是他的国度 却日见昌盛 永不衰为 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怎么样 加增无穷 不断的加增 加增 有增无减 他是不衰之王 第七 他更是第七个美德 永恒之王 其他世上的君王 只能够掌权一时 是暂时的 但是他却要永远掌权 他是什么之父啊 永在的父 以赛亚又说第七节 他必在大魏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多久 直到永远 他的国度将永无止境 永远 永远 他是永恒的王 记得 这七点 这个君王有哪七个美德 你不看上面能够记得吗 第一什么 什么王 公义的王 第二 英明的王 第三 权能的王 第四 天降罗 第五 和平王 第六 不衰之王 第七 永恒的王 看到没有 这位神所应许的是 何等的完美的一位君王 好 第五点 这位神所应许的王将如何出生呢 如何出生 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七百年前预言了 我们来读十三到十四节 以赛亚说 大卫家啊 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 起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 以马内利 什么意思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通常我们非常熟悉 第十四节 但是对十三节 却我们往往忽略了 以赛亚说十三节 谁家 大卫家 你们当听 这是对大卫家的预言 神说 童女将要怀孕生子 这是新闻 童女不可思议 闻所未闻 一个纯洁的 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关系的一个童真女 怎么可能自己怀孕生子呢 怎么可能呢 但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 记得他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 既然神有能力开天辟地 无中生有 他能够创造天地 当然他也能够使童女怀孕生子 不成问题 这一位 大卫家中的童女 所生的 这位大卫的后衣 到底是谁呢 圣经说 要给他起名叫什么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 换言之 这一位 童女 大卫家里的童女 所生的王子 这位大卫的后衣 他不是凡人 跟你我不一样 他是谁呀 他是谁呀 神 他是神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他是神 神 这位伟大的全能的无限的永恒的上帝 他穿上人的肉身 从天而降 将是人间 变成人 神将是为人 他是神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要给他起名叫什么 以马内利 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他是那位名副其实的天子 天将之王 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 第六点 我们再看 这位神应许的王 将在何处降生呢 什么地方 先知 弥加 在弥加书五章第二节 公元前 五百年前的预言 他说 我们来读 伯利恒 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臣中微小 将来必有一位 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 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 从耿古 从太初就有 这位掌权者 这位君王 语重不凡 他的根源怎么样 从耿古 从太初 就有 这句话 能不能够说到 JJY身上 他的根源 从耿古就有 不 他是 1992年 他的根源是1992年 在那之前 他没有 对不对 可不说到 我年纪挺大的 我的根源 1957年 我们都有个根 都有个来源 但是主耶稣 他的根源 他有没有生日 他其实没有生日 他是永恒的 他的根源 从耿古 从太初就有 那你说 圣诞节不是他生日吗 圣诞节是他从永恒 进入历史的时刻 其实他的根源 从老早就有了 换言之 在创世之前 他已经存在了 他是谁呀 他是神 无始无终的 无始无终的 永恒的 父 他是神 但是他要降世为人 从天而降 来到世上 身在什么地方 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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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大的柏 柏 他要在柏 柏 利恒诞生 来统治 以色列国 你记得 神差派先知 萨姆尔到哪里去 高 大卫 作王 记得吗 大卫 就是柏 这位大卫的后裔 也要降生在柏 柏 利恒 降生在大卫的家乡 哇 弟兄姊妹 这些 真是精确无比的预言 怎么出生 什么地方出生 童女所生 要生在犹大的柏 利恒 哇 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 然而 在几个世纪之后 在第一个圣诞之后 那一天 这些应许 这些旧约圣经的预言 都一一的 百分之百的 如实的应验了 应验了 我们再看第七点 君王的降临 路加福音 第七章二十六节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利百家 这位天使 奉神的猜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个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这个童女是谁啊 玛利亚 是已经许配谁了 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名字叫做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玛利亚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好 我们再看三十一节 天使对玛利亚说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 叫什么 耶稣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 就是他祖先 谁的位啊 大卫的位 大卫的王位 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就是犹太人的王 以色列的王 直到多久 永永远远 他的什么 他的国 这位大卫的后裔 这位君王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直到永远 九月所有的应许 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应验了 应验了 果真如此 两千多年前 第一个圣诞节那天 这位天国的君王 大卫的后裔诞生了 根据几个世纪之前 先知的预言 先知以赛亚 先知弥迦 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根据这些预言 这位天子 这位大卫的后裔 果然 第一个圣诞节那天 从天而降 下凡人间 正如先知所预言的 他从童女同真与玛利亚所生 诞生在玻利亨 在那一天 第一个圣诞节那天 神取了人的形象 神将士为人 所以他名叫以玛内利 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 那一天 上帝 天地的主宰 万王之王 万祖之祖 天国的王在那一天 道成了肉身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 他从永恒进入历史 他即将登上大卫的宝座 照着圣经的预言 在以色列国 永远的作王掌权了 我们再看第八点 君王的信息 当耶稣三十岁的时候 他开始传道 你记得吗 主耶稣讲的第一篇信息 Vicky还记得吗 是什么 谁记得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神所应许在旧约当中 借着他的先知 几百年前 所预言的这个天国 这个完美的国度 这个大同世界 这个美好的天国 进了 就要来了 那个先知所预言的 实权实美的 和平公义的天国 即将来临了 天国进了 那一位神所应许的天国的君王 那位名副其实的天子 那位大卫的后裔 那位美好的王 就要登上大卫的宝座 做王掌权了 他要以公平公义 治理他的国 从今直到永远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好 请问这位天国的王是谁 天国的王是谁 主耶稣 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 他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 大卫的后裔 以色列的王 然而 当时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却不认识他 他们说你算老几 拿撒勒 拿撒勒人 你知道拿撒勒什么地方 很小的地方 一个乡下 拿撒勒 拿撒乡下老 穷木匠 木匠的儿子 乡下人 拿撒勒人 你 耶稣 难道你这个 你就是大卫王族的后裔 你还是贵族呢 你是大卫的子孙 你想做王 你想统治我们 你算了吧 你拉倒吧 他们不相信耶稣 就是神所应许的 那一位天国的王 他们不信 他们不相信耶稣 就是旧约圣经 先知所预言的 要来的那个受高的王 他们不信 所以当时犹太的老百姓 以色列人以莫须有的罪名 控告他 说他亵渎神 你明明是个人 却冒充是神的儿子 你还假装什么 那个乡下人 这个穷人 穷光蛋 你算什么 他们就把他交给了 罗马的官府 官方的统治者 叫做比拉多 罗马的巡抚 我们再看第九点 君王的受审 在约翰福音 十八章三三节 罗马的巡抚 比拉多 只问耶稣说 你 耶稣上法庭 受审了 他们把他带到法庭 要控告他 你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你是王吗 三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 不属这个世界 不像英国 美国 法国 中国 我的国 若属这个世界 我的臣仆 必要征战 只是我的国 不属这个世界 耶稣的国 不是属世的 不像中国 美国 法国 他的国乃是属天的 他的国是天国 主耶稣不是地上的皇帝 他不是地上的君王 他乃是天上的上帝 他是天国的王 三十七节 比拉多问他说 这样 耶稣 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不错 正如你所说的 我是王 我为此 为了做王而生 也为此 来到世间 主耶稣是天将之王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 做王 他不是地上的皇帝 他是天上的上帝 来到世上做王 他是天国的君王 比拉多 审问了耶稣之后 他满意了 主耶稣这个案子呢 不涉及政治问题 这是个宗教信仰问题 主耶稣不是个反革命分子 再看第十点 君王的悲剧 三次 比拉多宣判主耶稣的无辜 十八章三十八节 比拉多又出来 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 对这些 要审判他 要控告耶稣的老百姓 这些犹太人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然后十九章 第四节 比拉多 把耶稣带到犹太人当中 对他们又说了 我带他 就是耶稣 出来 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他没有罪呀 十九章第六节 第三次 祭司长和猜疑 看见他都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比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 我 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 三次 罗马的巡抚比拉多 向犹太人宣告 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罪的 于是 比拉多就想要释放耶稣 无罪释放 放了吧 我们再看第十二节 无奈 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人 就不是该撒的忠诚 该撒的是罗马皇帝 反以自己为什么的 为王的 就是背叛该撒 就是造反 一山不能藏二虎 这个人竟然说他是王 只有该撒是王 是我们的皇帝 但是耶稣自称是王 他在造反 他是背叛该撒 钉死这个耶稣 他是造反派的偷偷 他自立为王 钉死他 十四节 比拉多带耶稣出来 对犹太人说 这是你们的王 犹太人喊着说 不 除掉他 钉他十字架 不要这个人做王来管理我们 不要他 钉死他 比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钉死 十字架吗 你们的王啊 你要钉死他吗 犹太人回答 祭司长带头 这是犹太人宗教领袖 除了该撒 除了罗马皇帝 我们没有王 其实犹太人是恨死 该撒了 就像我们中国人恨日本天皇一样 但是犹太人为了除掉耶稣 宁可假装效忠该撒 除了该撒 我没有别的王 我不要耶稣做王 除掉他 钉死他 他们嗓门越来越大 钉死他 钉死他 哇 要起哄了 为了稳定 比拉多没办法 因为如果比拉多 不除掉耶稣 就是对该撒 罗马皇帝的不忠心 那么他自己的乌纱帽 就保不住了 当不了官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 他只好把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于是罗马的兵钉 用荆棋编了一个冠冕 戴在耶稣的头上 为什么要戴个冠冕 你是王啊 给你个冠冕吧 荆棋冠冕 鲜血就一滴滴的留下他的面颊 罗马兵丁又给耶稣穿上了一件紫色的袍子 为什么紫色 当时罗马皇帝该撒穿的龙袍就是紫色的 这是你的龙袍 皇帝的袍子穿上吧 他们又拿芦苇的棒子 放在他的右手 这是国王的权杖 然后这些士兵跪下来拜他 吵弄他 万岁万岁 犹太人的王 吐口水在他的脸上 他们羞辱他 辱骂他 嘈弄他 这是君王的悲剧 犹太人的王 我们再看十一点 君王的罪名 最后 他们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 比拉多就用牌子 写了一个罪状 安在十字架上 犯人被钉死 一定要有原因 一定要有罪名 不能无缘无故 或者杀人 放火 奸淫 造反 不能无缘无故的处死人 比拉多就为耶稣 用牌子写了一个罪状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什么 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 耶稣 注意到吗 主耶稣的判刑和定罪 与众不同 其他所有的人 被判刑 被定罪 被处死 都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或者他们杀人 放火 犯法 造反 他们的所作所为 而主耶稣不是因着他所做的任何事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是完全无辜的 无罪的 耶稣被判刑 被定罪 我再说一次 不是因着他的所作所为 乃是因着他的身份问题 耶稣什么身份 以色列的王 犹太人的王 他是天国的王 这是他的身份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因着他的身份被处死 被定罪 这是他被定罪的唯一的理由 犹太人的王 马太第27章 祭司长和文士 犹太人宗教领袖 还有长老 也是这样戏弄他 说 他拯救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人的王 他是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我们就信他 来 你是王啊 你是天国的王啊 你是上帝的儿子 救救自己 我们就信啊 下来啊 显显灵啊 显神机 给我们看看 你还王呢 自身难保 他们嘲笑他 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奸子 犹太人杀死了他们的君王 正如约翰第一章十道事件 他就是耶稣在世界 从天上来到世上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但世界 世界上人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被造的人 人竟然不认识创造的主 上帝的选民 犹太人竟然不接待自己的君王 人竟然把神给杀了 然而感谢主 死亡不能胜过他 感谢主 坟墓不能关注他 在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 他又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和他自己的预言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他是复活的神 他是得胜的主 他是永恒的王 如今 主耶稣已经身上高天 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 他是天地的主宰 他是上帝 他是万王之王 主耶稣是天国的王 阿们 我们再看第十二点 得胜的君王 如今 他的名字 耶稣 家喻户晓 谁不知道耶稣啊 他的诞生 圣诞节 也是个普世欢腾 普天同庆 最多人庆祝的生日 第一个圣诞节 更成了人类历史的划分点 公元前 公元后的分水 主耶稣成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 化时代的人物 他是人类历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中国的三个最杰出的思想家 也许是孔子 孟子 老子吧 但他们的影响力 只限于东方 只限于中国 达不到西方 达不到外国 而西方 三个 西方的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 教导了四十年 柏拉图教导了五十年 亚里斯多德又教导了四十年 总共一百三十年 然而 他们的影响力加起来 不管是东方的思想家 孔子 孟子 老子 还西方的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他们所有的思想 东方西方的哲学家 他们所有的影响力 全部加起来 还不如主耶稣三年半 所造成的重大的影响 耶稣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从来没有画过一幅图画 但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 什么罗福 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 在耶稣里头 却找到他们创作的最佳题材 主耶稣也不是个诗人 他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歌 但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 什么Denty Milton等等 却在主耶稣里头 找到他们写诗最高的灵感 主耶稣也不是个音乐家 他从来没有做过一首曲子 但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 什么Handle 贝多芬 巴哈 却为他 为了耶稣 谱了最优美的乐章 主耶稣也不是个作家 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 但世界上有关主耶稣的书籍 数量之多 远远超过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主耶稣也不是个政治家 他从来没有带领过一个军队 但是历世历代 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甘心为主耶稣赴汤导火 慷慨就义 坦然殉道 在所不辞 到底这位耶稣是谁呢 古今中外多少的伟人豪杰 那些总统主席军王亚历山大 主耶稣的影响力不能持久 他们的国度不能长存 世上所有的伟人豪杰军王 他们总必衰亡 唯有耶稣 在他出生之后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主耶稣的影响力非但经久不衰 而且是与日俱增 世上的各国各民 美国法国英国各个语言各个文字 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 信奉主耶稣的人越来越多 哇多少的人都承认耶稣是主 主耶稣是王 他的国度仍然继续不断的在兴旺 继续的在扩展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怎么样 加增无穷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永永远远 耶稣的政权与平安 不断的加增 直到直到永远 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一天 不是 2012年12月21号 那已经过了 还有一天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 他说那时候那日子 没有人知道 他要来 等耶稣再来那天 他应许了 他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那个时候万希 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 有钱没钱 男女老少 贫富贵贱 万希要向基督贵败 万口要承认 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 那个时候 不管你信主 还是不信主 每一个人 不管你信不信 你都要向耶稣基督贵败 承认耶稣基督是王 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些 相信他 信靠他的人 到那天我们会欢欢喜喜 我们会甘心情愿的 服服贵败在耶稣脚前 我们会昏然承认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我的王 他是天国的王 我们将要承受那永远的荣耀 与他永远同在 但是那些现在不相信他的人 注意听 那些现在不肯悔改的人 等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也会承认 但你不是甘心乐意 你会咬牙切齿 心不甘情不愿的 跪下来 承认 耶稣是王 这样的人要受到永远的刑罚 丢在硫磺火壶 那里火是不灭的 虫是不死的 在那外面的黑暗里 圣经说必要哀哭切齿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主耶稣 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那个时候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罪恶 不再有死亡 那个耶稣再来所建立的天国 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 那个才是那个十全十美的天国 那个就是古人梦寐以求 但是却不得其门而入的 那个天国 完美的天国 凡是今天诚心悔改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到那一天 都在天国里有份 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 美国公民算什么 要过去的 要求天国的身份 不是美国身份 阿们 那是永远的 弟兄姊妹 天国的君王对我们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怎么样 悔改 悔改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悔改的意思就是 自我下台 让耶稣上台做王 本来啊 我们自己的老我 老我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 我们自己指手画脚 我行我素 我说了算 如今我们悔改 我们下台 下来下来 让耶稣进来 让耶稣上台做王 让他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 在我们生命当中 居首位 让他掌王权 他说了算 这就是悔改 悔改什么意思 自我下台 基督上台做王 理所当然 耶稣基督应该做王 他不仅仅是 以色列人的王 犹太人的王 他也是中国的王 美国的王 法国的王 英国的王 他是地上万当万国的王 不但如此 他更是天国的王 天国的王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 他是天地的主宰 万有的王 他更是你的王 我的王 他是不是你的王 楚威是不是你的王 Jason是不是你的王 Vicky是不是你的王 小宝是不是你的王 门星自问 他是你的王吗 他是你个人生命的王吗 老江是不是你的王 他是你个人生命的祖 个人生命的王吗 然而 无神论者 却否定 他的存在 哪有什么上帝 哪有什么耶稣 哪有什么天国的王 人都是猴子进化来的 我相信进化论 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什么鬼啊 神的我都不信 我就信我自己 人定胜天 我 无神论者 自我中心 他们的十字架在外面 看到没有 十字架在他的心门外 当然需要悔改 没有错 但是还有一些 有口无心的基督徒 虽然他们口里 嘴巴上承认上帝 我信耶稣 但是他们生活上 却忽略了他 他们嘴巴说的好听 我信耶稣是主 他是王 我是基督徒 我信 我信 但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当中 却把主耶稣置之脑后 把他挤出他们生活的圈子 当他不存在一样 这样的人 虽然十字架在他们的心内 但是他们自己老我 却坐在自己心灵的宝座上 我信我素 他们跟无神论者一样 也需要悔改 自己下台 让耶稣上台 今天教会 尤其是美国教会 有许许多多 太多了 这样有口无心的 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他们口口声声说 我信耶稣啊 耶稣是主啊 耶稣是王 我信啊 我信啊 但他们心里头 却不敬畏他 不尊重他 也不顺服他 他们用嘴唇清净他 心却远离他 你看过中国古代的影片没有 皇帝 神指驾到 下面的文武百官 敢不敢轻举妄动 敢不敢交头接耳 来来来 我们去看看 看看热闹谁来了 不 立刻 所有的老百姓 肃然起敬 浮浮跪拜 五体掏地 听令甚至 然而今天 那个比 地上 皇帝 甚至 更高的 天上 圣地的 圣经 领到我们 神的话语 上帝的话 神的命令 领到我们 往往我们却不当回神 我们 清漫神的话 主说 无论在哪里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 去习 那里就有 我 在他们 走 主耶稣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就在这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 但他实实在在 就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王 天国的王 也是教会的王 但是往往我们却 不敬畏他 如果 洛杉矶的市长 来到这 或者 欧巴马总统来了 来到这 或者 习近平主席来到这 要不要尊重 要不要尊重 我再问一次 要不要尊重 当然要 地上的君王 地上的领导 我们尚且应当 尊重他 何况 天国的王 万君之耶和华 创造天地宇宙 永恒的主宰 荣耀的王 你我岂不更应当 敬畏他 尊重他 顺服他 然而 弟兄姊妹 我们往往却 怠慢他 轻护他 我们 藐视 他的话语 哎呀 圣经你有你的讲法 我有我的讲法 你有你的理解 我有我的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 我们藐视 他的话语 当碰到麻烦的时候 哎呀 难出来了 临时抱耶稣脚 赶快搞祷告 求求你啊 救救我 帮帮我 问题一旦解决了 我们过了河 就拆了桥 一旦达到了个人的目的 我们就一走了之 好了伤疤 忘了疼 得了恩典 就忘了恩主了 往往 我们把上帝 当作我们所利用的工具 那工具啊 狼头啊 斧头啊 用完就甩了 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大发热心 到教会来啊 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冷淡 退后 不来教会 有需要的时候 就赶快来来聚会 来读经 来祷告啊 可热心了 可追求了 一旦没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读经 不祷告 不聚会 不追求 就跑掉了 抓世界去了 往往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仰 是以自我 以我为中心的 虽然我们口里承认 耶稣是主啊 祂是王啊 祂复活了 但事实上 我们还是自己 老我当家 我 我在作王 虽然我们往往家里头 挂了一个 基督是我一家之主的招牌 其实还是 老我在当家作主 我行我素 我说了算 主耶稣不过是个傀儡啊 摆在前面做个样子 像清末光绪皇帝 我们在自己背后做慈禧太后 我们垂帘听政 神要听我的 我们侠天子以令诸侯 耶稣成了我们利用的工具 成了我们使唤的仆人 成了我们的傀儡了 我们自己 自己是主人 我是老板 我是太上皇 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 老我当家 为所欲为 我们指使上帝来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上帝啊 帮助我 求耶稣医治我 求上帝保佑我 祝福我 听我的祷告 为我服务 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就是罪 罪的根本 罪根本的罪 罪是什么 罪就是 人 窜夺了神的王位 我再说一次 罪就是 窜权 就是造反 叛逆 人窜夺了神的王位 这就是罪 正如当年的犹太人一样 我们也拒绝了我们生命的王 我们不要耶稣来管理我们 除掉他 把他钉十字架 不要他做王 我自己要做王 我自己要做主 老我当家 钉他十字架好不好 钉他十字架 我做王 我们背叛了我们的上帝 我们弃绝了我们生命的王 这就是罪了 今天主耶稣天国的王 吩咐你 吩咐我 嘿 天国进了 你们 没有一个例外 老的 少的 第一次来的 在这许久的 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你们每一个人 应当 悔改 那个完美公义的天国 那个真正的大同世界 那个公义的王 就要来了 天国的王 大卫的后裔 那个荣耀的君王 就要来了 天国进了 你们 包括我 每一个人 包括基督徒 你们都应当悔改 记得悔改 什么意思 自己下台 让耶稣上台 作王 让这一位名副其实的天子 大卫的后裔 耶稣基督 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 不是唱高调 不是喊口号 而是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他面前 向他福福称臣 主耶稣啊 你做我生命的主 在我生命中 做王 掌权 不是我说了算 那是你说了算 不要照我的意思 那是照你的意思 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 因为你是我的王 知道永永远远 请问你愿意吗 愿意心口合一的现在 就悔改 相信耶稣基督 称他为你生命的王 生命的主宰 愿意吗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有一婴孩 为我而生 有一婴孩 为我而生 他是神子 将是人间 他必登基大为宝座 直立往我直到永远 他命成为奇妙策 是全能之神 永在之福 和平之君 天国之王 他必登基大为宝康 他必登基大为宝康 谁知天资 尽悲人居 创造之神 尽悲人弃 神明之王 尽悲定死 此福之主 尽守走主 走主他守主 祝福我相 苦悲他饮 爱言我长 如此恩爱君 十五霜 我的心 那永远之不忘 哦我的神 往往之王 残居我心 神明之王 我今向你去西佛佛 心口何以准你为王 当主再来 见离天国 那日恩光 普照四方 接我回家 安息主怀 永相主爱 永赞主恩 我们祷告 在我们祷告之前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说 感谢神 我听见神的道 神的话 我认识到 主耶稣 还在我的心门外 我没有让他 在我的心中 作王 掌权 我认识到我的罪 我的叛逆 今天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 劳我下台 请主耶稣 登上我心灵的宝座 在我心中 永远的作王掌权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在神面前 你说我愿意 我服服 你在神面前举手 感谢主 绝对就放下 绝对就放下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 我们何等感恩 借着你的圣经 你启示了 这天国的奥秘 若 没有你来拯救我们 我们这些人 罪人 远离你 背弃你的罪人 我们的前途 本是何等的可怕 堪忧 绝望 感谢你 两千年前 采遣你的独生儿子 从天而降 天国的王 大魏的后裔 感谢你 他本富足 却离开 他荣耀的宝座 来到这个惨淡的人世 感谢你 他甘心为我们的罪 生了十字架 替我们担当咒诅 好叫我们得享 永生的祝福 感谢你为我们死 好叫我们得到 永生的盼望 感谢你更从死里复活 升上了高天 哦 主 你是那出俗的果子 好叫我们这些 信靠你的人 也有指望 有一天 等你再来 也要一同复活 得享永生 感谢你信实的应许 感谢你这一切 不是空言 不是虚言 乃是 那不能撒谎的神 给我们的宝贵的 信实的应许 就恳求你 主啊 刚刚在你面前 听见你的道 愿意悔改 归向基督的 尊主基督为王的 每一个 求你的圣灵 印证你的道 哦 主 借着圣灵 重生我们 好叫我们成为 你的儿女 成为天国的公民 主啊 愿你自己 亲自动 这样的善功 继续来吸引我们 一生一世 尊你为王 也保守我们的脚步 不偏左右 因为这个花花世界 欧主啊 时刻在引诱我们 保守我们 向你忠贞不渝 爱你至上 尊你为大 直到路中 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最后我们再唱 谁躺卧 马槽当中 是谁呀 那位身在马槽里 旁边牛叫 羊叫 他吸的低口空气 充满了尿骚味 他没有身在 华丽的王宫 没有身在 六百号 哥菲尔的医院 他身在马槽里头 又脏又臭 是谁呀 原来他是天国的王 为了救我们 甘心降悲自己 生在一个破破烂烂的马槽里 谁躺我 马槽当中 母人来赌负败前功 是我祖 本有大荣光 是我祖 荣耀之君王 尊敬在主教前腐敗 称我主伟大君王 谁伤心独在谎野 曾经识思识走也 是我祖本有大荣光 是我祖荣耀之君王 尊敬祖教前腐敗 称我主伟大君王 谁将道人都喜听 应言与温柔和平 是我祖本有大荣光 是我祖荣耀之君王 尊敬在主教前腐敗 称我主伟大君王 谁走遍穷相抵壤 称之病痛过人生 是我祖本有大荣光 是我祖荣耀之君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王 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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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影者 yaitemen 感谢观看